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4月11日,法必還押第580日 今天是懲教署沒得正常探訪的第66日 為什麼沒得正常探訪? 因為懲教署之前說疫情嚴峻 現在無論是職員或船員都每天留備做快速檢測 船員也陸陸續續被安排打針 快必昨天的口訊說申請打針,還未排到他 於是家人托Forest福問他打針的情況 今天招呼快必的師父仍然休息 另一位提供福利官VG福大概中午時打給快必的家人 謎底終於解開,原來快必申請打第一針,不過一直排到他 船員原本是3月31日前打第一針的話,他就會多一日假 快必當然不會因為想多一日假就打針 一定是想幫一下動態清零,不想像上海一樣 不過說到底,船員5月31日前就一定要登記或者打針 如果不是會影響到他們的工作分貝和其他活動 到時可能不能放風,可能不能探訪 總之會有影響,所以怕痛都要打架 快必說自己排了打Beyond Tech,不過還未排到他 快必說昨天大會安排,床單枕頭皮鋪大清潔,乾乾淨淨,本來想睡得好些 誰知道走廊昨晚很吵,令他睡不著 至於什麼原因那麼吵,他還未八卦到 希望今晚不會再吵冤,有覺好睡 VG福轉達口信非常細心 快必有個朋友生了女兒,名字取名叫2 朋友叫快必幫他想想應該加多個什麼字做傳名 VG福更怕聽不明白,不會寫 特別說司馬爾的意 可能VG福歷史科很厲害,又或者打開三個無雙遊戲 快必說給三個建議這個朋友 天意、心意和美意 是不是三個名字都很好呢?果然是廣大中文系畢業 希望阿易小妹妹快哥長大身體健康 快必也有心事,偶爾會想起忌廉 心仍有傷感 要療癒傷感就要靠生活上的小確幸 快必的小確幸就是今早早餐有足食 還加了辣油的橙味粉 雖然是金銀蛋肉碎粥不是雞粥 但快必說食粥很滿足 好吃的絲飯彷彿就是冤肉的小確幸 正如村上春樹所說 如果沒有這種小確幸 人生只不過像乾巴巴的沙漠而耳 這一份小確幸還有幾個星期就結束了 縱然是這樣的,收到大家的信 對快必來說都是一種精神的支持和療癒 這個weekend和今天都收到大家寄來的信 非常感激大家的掛念快必 包括有winwin、小月、家路、沙沙窩、momfish、煲湯媽媽、朗生 還有向山舉木兩封彩圖和信 貓星人也有兩封信 兩宋飯寫了前後三封信可以獲勤工獎 另外有一次寫信給快必的小馬馬仔 最後有海外的朋友來自台灣的大叔 來自法國的阿T九隻卡和手繪Postcard 三藩市的長春藤 加拿大的ILHK信和卡已經轉寄給快必 希望快必可以盡快收到 不用等到四月尾這麼慘 今天快必家人都收了他四月五日和四月六日寫的信 除了加書還有講章和看書心得 快必讀的 有信收當然是開心 不過快必寫出來的信 看回信序 三月份應該還有七封信未收到 四月至少有一封不知去響 再回到九章 其實二月份也有五封收不到 每天我們都會掛著這些石沉大海 又或者是宇宙蕩的信 沒什麼信收看書就是最大的娛樂 最可以Q-time 發表說好像東野、龜湖、村上春雪這些小說 兩天三百多頁都會看完 他剛剛看完一本《美感京都》 是一位台灣人寫於京都的作品 這位台灣作者的年老父親 年輕的時候去過京都留學 因為收到舊同學約去京都相聚 本來想不想去 但作者即是兒子遊說之下 一家人偽然動身 怎料本來沉默目睹的老父 一回到從前讀書的京都 竟然年少起來 尊上春雪這樣說 人以為自己是逐漸變老 其實不是 人是忽然變老 人如果可以忽然變老 人也可以忽然變年輕 一個兒子和年老的父母 回到老父年少的京都 然後記下這趟京都之旅 我在冤獄中 就是要這種溫暖和感情 世界彷彿越來越偽善又暴力 而且越變越衰 我們需要看有情的人寫有情的書 不是怎樣硬吃死頂下去 雖然快必收信去宇宙探險一樣 但我們都要記住給他 希望就算慢 都會有一天收到慢 所以寫開信的朋友 不要停 繼續寫 沒寫過信給快必的朋友 就不要害羞 快快拿起紙和筆 跟他做筆友 你們的信對他來說 是很大的鼓勵和支持 如果還用色彩繽紛 有卡通的信紙 發筆還會更開心 但提醒一下大家 不要有貼紙 閃粉 或者3D凸出來那種 成交處是不給的 大家的來信請寄去 香港七姊妹郵政局 郵政信箱60141號 給私叔的信都可以寄來這個地址 最後繼續宣傳一下快必的Patreon 希望得到大家點點滴滴的支持 應付漫長的訴訟 還有你們訂閱訂閱快必的Youtube Channel 記得CLS 即是Comment 留言 Like 點贊 分享 分享 拜託 不要忘記還有赤柱的師叔 他的Patreon 都需要你們的支持 多謝